大家好,大家好,Ru-chan 現在是日本時間的晚上7點多 就是吃晚餐的時間嘛 我晚上都是吃沙拉 就想說乾脆我就來拍一個影片 是我平常晚上的沙拉都是怎麼做的影片 那真的很簡單,先跟大家說 是幾乎不用什麼技巧的一道料理 好,那先跟大家介紹食材 第一個食材 因為我非常非常喜歡吃豆腐的關係 所以我幾乎吃沙拉裡面都一定會加豆腐 那我買的是這一款 它這個豆腐是很軟很像布丁茶碗汁那種吃下去就化掉的感覺 那豆腐有分很多種嘛 木棉豆腐跟凍豆腐 那我吃沙拉的話喜歡吃這一種 因為我覺得比較好吞,比較溫和 第二個食材呢是菜 因為大家知道嘛 有時候就是你回家的時候已經很累了 沒有什麼時間在那邊慢慢的切的時候 就是像我一樣買這一種 這個是超市賣的方便包裝 它這裡有寫 其實是里亞塞沙拉達 所以裡面呢有10種的蔬菜 然後又很方便 我很常買這個 因為這個真的太方便了 裡面有萵具啊 然後高麗菜 紅蘿蔔 就是各種的菜可以設計健康的 第三個呢就是這個啦 對焦 對到了 這個是Bacon 培根 那因為現在有非洲豬瘟的關係 所以大家如果選擇這種豬肉製品啊 一定要選台灣製的豬肉喔 對,食材就是只有這樣子 那我們趕快做吧 走 那首先先拿出我們這個蔬菜 那這一款蔬菜它是不用洗的 那有些也是這種已經幫你包裝好的 要洗它會寫在這個包裝袋上 那如果說你是勤勞一點人自己買菜的話 那記得那個蔬菜要洗過 然後先泡水再把它瀝乾 那這個不用洗我就先把它打開囉 接下來把打開的蔬菜呢放到這個盤子裡 有沒有覺得這盤子超美 這個盤子就是我為了要放這種沙拉特別去買的 就是要這種漂亮的食器吃東西才好吃嘛 倒進去 那這個我就全部倒進去了 因為我就當晚餐這樣吃了 登登 看起來有沒有很專業 哈哈哈哈 好 那就把它弄散一點囉 接下來把這個豆腐打開 然後把它反過來 嘿 出來了嗎 還沒出來 把它擠一下 快出來 快出來啊 喔 登登 然後豆腐呢我會把它切大塊一點 因為我喜歡吃比較大塊的 切完了豆腐呢就把它放到這個盤子裡面就好了 切完了豆腐呢就把它放到這個盤子裡面就好了 登登登 放上豆腐之後我們會覺得更專業 好下一個步驟 來這垃圾 處理掉 下一個呢就是培根啦 培根的話我只拉兩塊而已 那培根我們把它切成細條狀 然後把切完的培根放到平底鍋那邊乾煎一下 阿 阿煎了差不多之後呢把培根放到這個盤子裡面就完成啦 登登 雖然它乍看之下已經完成了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加醬 加醬才好吃 日本的沙拉會沾的醬跟台灣比較不太一樣 台灣都是千島醬啊 凱撒醬什麼的 可是我來日本之後非常喜歡日本一個醬叫做 胡麻醬 就是汁胡麻醬的感覺吧 味道比台灣再濃一點點 那我這次買了這一款 給大家看 這不是業配喔 給大家看 登登 他這邊有寫一個diet 就是比較適合減肥的人啊 就是說我 哈哈 那現在就來加上這個醬汁 那 那個醬汁呢 那 那個醬汁 所以我說那個醬汁呢 感覺超好吃的有沒有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吃吧 你們看我有多做做 我湯匙都要用這種木製的 你看這樣子一套 是不是就有那種 哈哈哈哈 好啦我要吃了啦 不講那麼多廢話 其實我最近真的想要做一些做菜的主題 那我們兩個都一直在想要怎麼拍 因為想說那 那就一開始先做這種很簡單 幾乎根本不用動腦就做得出來的東西的話 應該會比較適合我們兩個人 那除了這個之外 文當會做的東西有很多啊 他會做那個 玉子燒啊 然後文當會做咖哩飯 那文當也會做馬鈴薯燉 就是只要是那種日本人家常菜他都會做 那我自己的話是會做 牛丼的 對 因為我很愛吃牛丼 然後我就會學怎麼做 牛丼啊 還有味噌豬肉丼 就是我都是做這種丼的東西啊 然後最近我 有在學做那個 就是炸豬排飯 等到我越來越上手了之後 我再教大家怎麼做 那我上傳這支影片的時候 可能會是 24號禮拜一吧 那就快到聖誕節了 就平安夜啦 那就先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啦 都歡迎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鈴鐺 接收最新的通知 這樣只要我發新影片 YouTube就會寄通知給你喔 然後呢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你想看我們兩個做什麼樣的料理 還是想看什麼樣的主題的影片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那 啊 然後呢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為我的日常啊 都PO在那邊 等等我的Instagram在這裡 因為我的日常生活啊 都會常懷現實動態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囉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囉 我要繼續吃東西 掰掰 又讓你看到 insbesondere拍攝 Convention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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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 訂閱 按鈕 按鈕 請 chiar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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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